甩锅大作战 炸弹每14秒就会爆炸 当然得在最后一秒 爆炸了给别人 这样 就算他把炸弹 转移到我身上 也无济于事 就决定是你了 虚怪 这可还有4秒的时间 足够我还给你了 臭辣条 有古代吧 啊 我怎么古代了 你觉得 用我想出来的办法 能对付我吗 我大意了呀 臭辣条 就会欺负美食村新成员是吧 今天我就针对你了 天 我可不怕你 我已经发现了 这个地图的无敌点位 首先 我们从分水这里游上来 接着 我们在街游堂皇 弹上去 下面会有个投食器 我们直接跳下去 躲在这里 敌人首先得通过 超大的跑酷 就算通过了 我们也能利用投食器 逃出生天 进个攻 退个手 简直不能再无敌了 可恶 你这个臭辣条 居然躲在那么巧妙的点位 那我就只能 把炸弹头给数条了 不是吧 你们俩的战斗 为啥受伤的是我啊 因为你好欺负呗 臭辣条 觉得我好欺负是吧 今天我就针对你了 刚刚西瓜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结果就是 他怂了 哼 你这无敌点位 我知道破解办法 只要我利用这个投食器 把我弹过去 然后在最后一秒给你 我不就 你不就狗带了 我说过 针对我的 都没有好下诚 是啊 辣条 送你个礼物 小小诚意 不成金业 哎呀小王子 我俩这么多年兄弟 跟我客气什么 礼物 我就还给你了 别要 千金送额毛 你心情一重啊 你就收下吧 那你就不会收点别的嘛 可是我身上只有炸弹啊 那就是我来偿命了 看我传送 可恶 这丑辣条 也太那么好了吧 那这炸弹 就只能送给果冻你了 什么 小王子 你现在送我炸弹 你回家 准备归榴莲了 嗯 果冻 这可不是普通的炸弹 这可是王威师里的炸弹 那不还是炸弹吗 哎呀 这个炸弹给你了 果冻 你给我干嘛 谁叫你给小王子 小王子才给我的 最鬼祸首都是你 不是吧 人生都是这么无理取闹的吗 小王子 这个炸弹可是果冻给你的 我相信你 我会拒绝 不 我拒绝 你竟然拒绝果冻 臭小王子 你回家 等着归榴莲吧 果冻 你给的东西 我怎么会拒绝呢 可乐 这可是果冻 送的礼物 我就送给你了 我也不想要啊 可乐 你要师父拿着 我就告诉薄荷 你藏私房钱 不要 不要 还不行吗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王子 炸弹给你 不是吧 怎么又是我 臭布丁 我给你一百包布丁 你把这炸弹 送到辣条手上 了解 嘿嘿 不爱 什么 是二十里 布丁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啊 辣条 我也不想呀 可是小王子 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哼 臭布丁 你以为 你就拿捏了我吗 看我的一群幻影 在绝对实力面前 任何技巧 都是没用的 啊 可恶 嘿嘿 臭辣条 叫你害我 遭报应了吧 是吗 臭小王子 看我卡机械时间 在最后一秒 我带来给你 看你还怎么都是 可恶 臭辣条 我和你不共代替 见语辣条 见语辣条 见语辣条